我真的覺得最震撼的是 正在供樓都降息給人民 這個我不知道 全世界我很少聽到有這樣的政策出來 人民真是開心 這次主席親自開聲 說要樓價不要再跌了 這些錢被人凍結了? 說著買樓的 怎麼辦 大灣區買樓最怕匯款時 資金被凍結 導致血管無歸? VGA擁有合法匯款牌照 有什麼問題? 100%由VGA賠給你 全港18斤分店 超過100位香港經紀 為大灣區置業的香港投資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買賣樓宇服務 有VGA就有我做VGA Hello 大家好 又見到我們這個組合 我們今天的嘉賓就是博士 我們的灣區資深的投資者 還有主持人Laura 上兩次我們拍了兩集 果然觀眾非常回味 一直追著亦有很多留言 希望我們可以再分享多些 所以誠誠追擊 好啊 因為最近市場上實在太多動作 除了美國減息後 我們剛剛組合權 你看到中國中央央行做了很多動作 連環出招 連環出招 連環組合權 我們不是叫組合權 連環組合權 是24、25、26、27 我自己本身都很想拍短視頻 但我來不及 因為它出的太密集 不如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這組合權是分三方面 是有甚麼權權到肉 第一權是銀行放水 你見到它降準了0.50% 你見到它將來 它說應該行長年尾會再降多次 總共市場應該會放到2萬億 去到市場 即是直接銀行放水給大家 第二這拳亦是好到肉 亦是關我們事 我們有多看這個視頻 亦是有持貨的 就是房地產 尤其是博士 你都持了20多件 大灣區 它是降低存放利率 甚麼是存放利率 就是它們買了樓 但未還清按揭的利率 本身一直以來 是從19年至20年 是在做6.1 就算怎樣說 也要降到4.06 但現在它降了0.5 其實你持有現有未還的按揭 它們可以降到3.6 令到我還想多買一層 我不用現在這層有壓力 新那層又可以降低利息 它那裏可以釋放到 大概沒有家庭可以舒緩 總共158億的資金出來 就不用那麼大壓力 第二就是降息降準和降手貸 手貸甚麼意思 就是之前我們第二套 再買多一套的話 是要兩成半 現在由兩成半降到一成半 即是幫大家上車 變成手貸和第二套的貸款 都是同一樣 1.5成的首期 非常理好 我真的覺得最震撼的是 在供樓都降息給人民 這個我不知道 全世界我很少聽到有這樣的政策出來 人民真是開心 人民開心的 還有我覺得這個很明顯看到政府 都是以民為主 沒錯 它最快落實 不是說只是吹噓概念 它最快落實是10月31日會結算 11月1日會通過會實行 暫時看到消息 那些簽約都可以降給你 所以我們公司有同事出手 我真的有同事買樓 剛才簽了張單 昨天才成交一套 惠州那邊 太福木馬湖那邊 它本身已經持有兩套 今次這套是第三套 變成之前兩套也可以享有優惠利率 由4.06 減低0.5 你看到全市場率釋放1500億 至少減低一點成本上 內地同事信心回來了 信心回來了 而且第三個就是支持股票市場 你知道大家除了房地產 都會是金融是直接最大的投資工具 也是首次政府那邊會支持回購股票 也是可以用來做貸款 首期也會放有3000億的資金 大家看到流通性是大了 無論現在這三權 權權到肉 說說銀行放水 然後我們房地產方面 無論是降準降息或是降首富 而且股票市場裏面有直接利好的消息 可以讓你再回購 或者是用來做轉貸款 那就非常好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組合權 是權權到肉 我們現在都可以進入一個挺幸福的狀態 就是至少你房地產要上車 降息又降準 而且又是降首富 即是幫到你盡力 扶持你上車 但是二十多年前 博士你究竟那時會一次性付款 還是做案 而且當時利息是怎樣呢 那時政策是利不利好的呢 好 沒問題 我首先第一樣內容我想說 你真是做了好足功課 我很欣賞 所以因為你做了那麼多功課 你採訪我很願意 多謝教授 因為最重要是熟 但我第一個內容想說 反而是線上追見 中國印銀紙而已 印銀紙出來 就給那麼多政策出來 我就不是太認同他們那種說法 其實現在全世界印銀紙最多 大家知道是甚麼國家 他們印銀紙的用途是很重要的 國家個個個都是印銀紙的 印多印少 你只有我 但你看回這次中國印銀紙 跟外國印銀紙是很大不同的用途 外國印銀紙做貿易 做疫差 做國債等等 我們早過剛才你看到 我們印銀紙是給人民 下回人民 當然你說是呀 我用這樣刺激人民 刺激人民消費 大家開心的事 下回人民身上 我不是扔去外國借錢去甚麼 或者使得我借回來的錢 就可以變輕了變小了 不是的 大家要深入去研究一下 了解過重一下 所以我這次 我覺得中國做這個政策 我覺得是大家雙贏的 說回我幾十年前買樓 上次你也聽不少 其實我當時 我最記得 我印象深一點 就是我有做按揭 其實以前按揭不便宜 我告訴你 如果查20、30年前的按揭 最高去到十幾個百分 波士你這麼勇猛 現在是財務公司 但是一直看下去 一直在下跌 跌到最後 早幾年 我們市場最旺的時候 你記得 6.1 我當時買樓 為甚麼要做按揭 當時我最記得祈福新村 當時我便是輸出用卡 我便給了一個首期 輸出用卡 幾十萬一層樓 我聽過一次 幾十萬一層樓 首期一層樓 只是給幾萬元 我當時想著 有少少任性消費 我說你滾到便買 為甚麼要滾到 滾到便買幾萬元 當然給我九成 不是做按揭 當時利息這麼高 我記得好像九點多 有兩個原因 第一 以前人民幣是便宜 港幣是高人民幣 我們那時如果大家好像我年紀 你記得乘的士拿出港幣 那些的士路很開心 明明十元 那時可以收港幣 收港幣 廣東區 但如果我們去到其他城市 未見過港幣 就不收 他不是不收 他是不知道這是甚麼 美金也不知道是甚麼 我們曾經有朋友 拿著100元美金 即是有些外國人 他可能沒有帶人民幣 他給100元美金掌數 他還要追回去換 說他騙他 我都不知道100元美金 原來當時是兌這麼多 所以當時我們港幣是高 那裏有差價 第二次最少那時樓價便宜 你明白嗎 我二十多萬 買其福新書 二十多萬 你會高就你會高 銀碼便宜 現在不同 現在二三百萬一間樓 你如果這樣高的息 我當然打死也不用了 所以後來博士 其實一件事都計算過了 我其實是沽寒 差一點 因為人 你去想清楚 計算清楚 同一件事 但你的決定不同 可能你的回報是高了 便宜得多了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駕車 我都看對面馬路是否塞車 如果塞車 我應該回來就不走對面 做人應該是這樣 我是這樣 所以當時有研究 但後來我跟大家拍片分享 其實在很多年前 我已經開始不是 開始我內地樓就全開 盡量不做按揭 盡量不做 因為香港利息低 內地利息高 所以我寧願香港層樓拿去加按 我低息 然後我來內地不按 我由息差 一模一樣 其實息差我已經賺了 不過大家也看回這幾十年 所以博士最有資格 給你採訪 這幾十年我全部都經過 買樓做按揭利息 給的士錢我全部都試過 這二十多年其實都經歷過幾個浪 你問我 我都挺意義心腸 因為我經歷過內地 經濟不好 以前我去買樓去祈福這些地方 業務員對我們皇帝 香港人過來買樓 你們很有錢 其實當時利息又高 港幣就強過人民幣 現在過了這幾十年 是不是完全相反了 其實最近如果大家在內地買樓 是很幸福的香港人 想想我以前祈福多少錢 不要說祈福 早6時多的時候 也是三年前的事 那時6時多 我記得很多客人 第一 我們銀行時很難批案 很嚴謹 內地銀行也很難批給香港人 第二很多香港人 因為利息太高 找我們幫忙找澳門銀行 香港銀行4時多 我記得 高一點4時多 找銀行 都很難批 批出來有信用 有些太多五成 四成都有 就是太不足 要查你的偵訊 對 按揭 又沒有那麼高承訊 沒有那麼高承數 應該說沒有那麼承數 所以事件今天來說 其實真的不同了 所以大家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大家是要調整回去 要調整回去 另外也想問一下博士 你看到現在中央都很大決心 就是組合權權到肉 你看到是連續的 很久沒試過是這樣的情況 究竟你覺得這種政策 究竟幫不幫忙 是否合作 其實從去年開始 房地產開始很多公司爆雷 負面消息很多 很多反映商都出現問題 其實一直都看到政府 是不斷不斷出政策去救市 很明顯 但是一招一招 就是看這招行不行 看這招行不行 今次情況不同 就是連環招 連環拳 好像榮春 連環拳 也很明顯 也在香港和美國減息 所以很明顯是股票市場 大家看到有多誇張 我們今天對著鏡頭 可能出街的影片遲了一些 但我對鏡頭 其實連續的幾天的港股 都在說4000億 那些是很多年都未試過這樣的反映 全部都是比較利好消息 當然大家會問 這樣會不會持續下去 博士怎麼看 其實我反而是看到另一個位置 就是我們習近平主席出來說不再要樓市跌 沒錯 這個很重要 我反而是看這個訊息很重要 你做功課很多數據 我們做生意的人 我們有時都會說對方老闆的反應 那麼久以來 主席未試過出來真真正正房地產 說我不要再過樓市再跌 你知道我這麼多年在內地生活 兩邊跑做生意 其實這麼多屆的領導人 我都經歷過 都知道他們做過甚麼 都很清楚 但這屆習主席 我真的非常非常欣賞 我很欣賞 我很純敗他 我不多說話 他人很踏實 第一 第二就是他說出來的事做得到 這麼多年 我很注重他說話 而且我覺得聽他說話 他很精簡 他一句說話但意義心長 現在習主席是我們國家領導人 我們叫一哥 國家是我們爺爺 最頂級的人 最頂尖的人 金字塔最頂尖的人 現在說句話 說不要樓市再跌 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一刻 亦我對習主席是很有信心 為甚麼呢 這麽多年來 大家看看 我以前 你見我以前拍片也好 或者介紹樓盤 甚至我自己也不會去 兩個地方 一個是維州 一個是東莫買樓 你見博士說了這麽多 威水市 以前從來都不說 去維州買樓 東莫買樓 因為以前維州和東莫買樓 大家如果香港人都知道 以前都是以娛樂士為主 黃賭毒亂七八糟 博士有時落到這些地方 覺得真是亂七八糟 不是很正常 但這麽多屆 都沒有任何領導人 都說要去打黃賭毒 或者去管理等等 但這麽多屆都沒有甚麼 見到很有效 但主席這麽多年前 一說我一定要黃賭毒 大家明顯看到 東莫和維州這麽大改變 這麽多年 就是主席的效果出來 大家明白黃賭毒這麽很難 這麽不是開玩笑 這麽命都沒有 勢力很龐大 但主席說得出 大家看到整個東莫是變了 東莫有華為 我們經常去拍攝 城市的繁榮和很多產業 以前我見有一些領導人打過一輪 但打完之後 他沒有建設一些新的東西 你又不讓我開飯 又沒有給我新的東西 那我就又再來 就像戒毒一樣 我戒完毒出來 過一段我又要吃飯 沒有辦法 我要生存到 但我覺得主席的做法不是 他就說我蓋了你之後 我打完你之後 我會給賠育和出一些政策 去賠育你那個城市 有相對一些生產 一些經濟 我們叫 一些資源在這裏 現在看到東莫是變天的 東莫跟以前我們經常去東莫 什麽虎門 現在東莫本身的產業 每個城市的產業都是很厲害 什麽虎門 我們拍過很多 很厲害 不只是管城 現在旁邊很多震等等都做 GDP等等都做得非常好 最近我們最興奮是惠州 惠州以前 我最記得跟蔡蘭先生去惠州 問你什麽產業 梅菜 是當地政府官員 我們最厲害就是梅菜 那麽就麻煩了 現在不是 惠州現在見到旅遊業 和城市的整改 和所謂的黃寶毒也真是少見到 所以因爲這樣的原因 你看到這兩個地方的城市是整潔的 乾淨街道 人民都不同 不同 大廂除來開 以前你全部都卡拉OK 全部都桑梨 開什麽大廂場 你真是人都不是來走廂場 就是往往其他人 是呀 你個個都來娛樂 所以整個世界是變了 所以為什麽博士不是說 博士在哪裏 我是看著整個過程 我看著究竟研究條路去到哪裏 譬如最近我真的很喜歡惠州 惠州整個城市整潔 各方面產業 旅遊做得很好 就算我的親戚朋友 教會等等 去旅行 惠州 但是這樣 去雙月灣 多開心 又海景 又有交通又方便 是嗎 所以是不同了 這就是 我都是主席的功勞 好了 我最欣賞 你知我最欣賞主席說了一句話 很多年前 就是我在疫情時 我經常駕著車去旅遊 我去很多旅遊景 都有一個牌 甚至有一塊很大的石 刻著主席說一句話 青山綠水 就是金山銀山 你知不就是習主席說的 2005年 在浙江一個叫湖州的地方 即旅遊的地方 我以前進去內地做生意 和生活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都很心痛 因為見到有些發展商 或者政府為了去 要繁榮 開拓 劈山 倒海 環保不管 那些污染很重要 我見到肉痛 尤其是那時候我去兆關 兆慶的地方 很漂亮的山 好像蛋糕一樣 切了一段 這段是啡色 整塊是綠色 我見到環保意識很差 但主席說了這句話 整個中國的環保意識很強 因為他告訴人民 告訴政府 賣給所有在位的人 其實你不要傷害環保 你去保護它 就是變成金銀銀 即是說我保護之後 是變成錢 你不是要砍掉它變錢 你是要保護它變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智慧的說話 青山綠水 你給我作點作到這句感精 就是金山銀沙 其實你保護環保 保護這些大自然的東西 原生態的東西 文化遺產 甚至舊村舊古 現在你看到很多 我們經常去到的景點 我們斗門也很多 那些古鎮 全部的古鎮是保存的 而且很多人打卡 沒錯 是很成功 我都說超級欣 因為我做Marketing 我做Marketing做推廣 我覺得這個是三贏的 第一保護了我們中國的天然文化 第二刺激到整個旅遊生意事業 很多的收入 第三 這些文女收入是誰收 他們那些鎮 那些股村 本來窮到非起 沒有錢可以飯 全部是他們增加收入 是不是贏了 所以很有智慧 我最記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案例 就是以前我們經常去廣西 我們去做義工 我們去資助很多很貧困的學生 鞋都沒得穿 去到廣西一些田陽鎮 一些很窮很落後的地方 你記得早幾年的時候 政府跟我說 你不用來資助我們了 我們開始有錢了 不用摸鞋了 後來我過去的時候 為何那麼厲害 高鐵整個站在這裡 田陽鎮 很值得去的大家搭高鐵 直接在那個鎮那裡很窮 在錢窮飛起 他整個跌跌站 然後馬上有人在那裡搞文化村 搞什麼部落文化村 很大的 然後有很多民宿 有很多人在那裡蓋樓 很多品商投資 就是綠水青山 就變成金山銀山 他們整個人民應該是富有氣 還每年都寄一些芒果給我們 很開心 經常關心我們 即是可以自力更新 是的 我們那時候贊助資助的學生 有些做了醫生 有些做筆薩葉 很開心 今集他講長一點 因為我真的很想不套不快 我覺得主席是為了人民 為了國國 真的做了很多事 這些我不是擦鞋 不是說什麼什麼 這些是事實看到出來 我說出來 因為很多香港人 未必真的深入了解 因為我天天行走中國 去旅行玩 全部都見到很多東西 這是證明的 是嗎 剛剛才說 我在青海踩單車多開心 去到青海都見到綠水青山 等於金山銀山 青海現在的經濟各方面多好 人民很好 說回正題 今次主席親自開聲 說要樓價不要再跌 是嗎 說樓市要好 你信不信 我不管你剛才說這麼多數據 這麼多政策 我覺得我是很有信心 我是很有信心 所以我現在比較大 我經歷過房地產 你不要說內地 香港都有這些 有升有跌 其實是一個過程 當然是痛苦的 我們現在也很痛苦 我們的生意都差了 大家都辛苦了 以前吃喝玩樂 都不看單 現在使用錢都要用在點子上 大家都知道 但這是個過程 樓價跌 你總會升 樓價升也告訴大家 你總會跌 你不要說 博士你建議哪裏買樓 哪裏買樓 白升不跌 很可能 神仙 有哪個專家可以出來 如果我們不能入手 他誤會的話 我們不能入手 你年輕人 你不要開玩笑 你只看香港的財星 甚麼叫財星 即是說股票 說金融那些 好事的時候 有一堆財星 就被人說 哇好厲害 好厲害 不好事的時候 那些財星就被人說 差事 那些說不好的 那些是好事 這個世界都是這樣 世界輪流轉 所以大家 我們怎樣適應 其實就是把心態放鬆 把眼光放軟一點 整件事是不同了 你不會吞吞 不會擔心 不會說好像 很慘淡 其實在內地的房地產 也叫做不好 已經參與到今天 現在兩年兩三年 政策率出了很多 再加上連環招 主席又出聲 所以我覺得 未來我是樂觀的 你問我是否留底 我覺得是留底 你說是否快升 我都覺得是快升 不過時間是多久 當然 其實是看廣東文 跟你拍過的 看過存貨量 每個城市的存貨量 你沒有全中國拿來說 你全中國拿來說 又說不知道 多少億人可以住 你一定要拿一些 城市真是多人居住的地方 你看回存貨量 發展商開始不買地 不蓋樓 一直在消化舊貨 消化二手 而且二手樓很好 也是政府政策 出台的一個反應 所以各方面 如果大家有什麼需要 我覺得不要受太負面的視頻 或者一些人說話 你是問自己 有沒有什麼需要 你說是否好時機 我博士會告訴你 連主席也出聲 我也是好時機 因為其實 你也看回現在國家的架構 或者那個 對於我的公司一樣 我們老闆 你經常開會 老闆有時說一句 下面就做事 剛剛我們開會 我們老闆說 譬如華僑 我們很多服務 覺得剛才開會 我們還要擺多些服務 擺多些資源 在華僑客方面 始終華僑比例不太多 很多人都忽略了 現在不是 我們覺得 我們看好華僑 和近期的華僑 量都非常好 所以我們說不行 我們在我們的人物資源上 我們擺多些 甚至我們的業務員 一定要熟悉華僑 華僑過來怎樣交易 哪些買得到 哪些做案件 社保 醫保 居住證 居留證 剛才我剛剛開會 總之我們每個業務員 我們都要熟悉華僑的需要 我一個訂單下來 老闆 你們是否下面要做事 做到老闆 老闆我交差 總之我們都聽到你說 我們現在交功課 一定要這樣 所以我覺得OK的 答不答到你 非常好 我們這一集差不多到這裡 如果觀眾想繼續 想聽甚麼話題或內容 想請教博士 很歡迎留言 下面留言 大家可以互相討論或分享 上兩條採訪片 下面很多留言 找一集你回答一下觀眾 很珍貴的留言 我覺得不錯 希望幫助到大家 可以分析整個市場 OK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